那我继续来讲牛顿的儿童教育 讲牛顿的儿童教育 上一次我已经提到了牛顿 他就到一个小学的技术学校去读书 后来其实牛顿的学习在当时是很辛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个小小的农村 现在已经查得出来了 当时牛顿所住的那个农村 只有70个住家 大部分人都是文盲 所以当时在学什么 当时在学要怎么剪羊毛 要怎么样去把牛给养好 然后剪羊毛的时候他要有什么技巧 所以的话你如果没有这些技术 那么请问你怎么能够在那个 这个以一个牧羊的一个村落 所以当时没有什么叫物理危机分 没有什么光学 没有一些什么 我们后来没有啦 他那个完全就是个牧羊人的家族 牧羊人的乡村 整个环境所学的就是这一些 所以当时所学的都是想说 你学什么将来才能够改善家里的环境 你学什么将来你才能够生存 OK 因为你这整个都是一个牧羊人的村落 所学的当然是跟羊有关系 跟牛有关系 所以 这个 对牛顿很辛苦 那他有一次的记录是留下来的 他的母亲 有一次跟牛顿 哇 看他 看他这个 这个都是 这边走来走去 所以牛顿跟他的母亲 有一次起了争执 当时的牛顿 大概是12岁左右 12岁 他没有实际讲这个 这个时间 大概12岁到13岁左右 牛顿跟他母亲起了争执 然后他就拿去一本课本呢 自己到外面去看羊 OK 但是呢 牛顿很麻烦 他在看羊的时候 他经常是一面看羊 一面在画图 OK 画他的几额图 OK 然后呢 或者是他一面看羊 一面在做他的这个 这个模型 牛顿喜欢做一些玩具 做 还有呢 他经常会 一面看羊 一面读书 那一面读书的话呢 他很喜欢数学 一面解数学 所以呢 所以那一次 养就有几童没有回来 OK 他是一个很不正直的 很不正直的 这个牧羊的孩子 然后有一次 他的 他的妈妈叫他去砍木材 结果他很久没有回来 因为他木材砍完了以后 他自己在现地就做一个水中 他把那个木材拿来做水中 OK 然后有一次呢 他的妈妈叫他去 把那个羊 那个羊的那个篱笆 要把它修好 结果牛顿呢 那一次没有修好 他去放红针了 他又去放红针 然后呢 牛顿也 他妈妈叫他说 你要种点牧草 种点牧草给羊吃 结果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种好 因为他没有去抓虫 OK 然后呢 所以 牛顿经营的那个牧草的地方 总是他的收成 比不上隔壁的人家 哇 这是一个很不称职的孩子 问题孩子 OK 还有呢 这个 牛顿的妈妈叫他说 你那个养的牛 要给他洗澡 要给他擦干净 结果牛顿呢 常常 他给牛洗澡 给他冲一冲 但是呢 他就忘记了把牛舍也冲干净 OK 人家是要冲牛还要冲牛舍 所以他牛舍就很臭 所以牛顿是个很不称职的 哇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 一个偷懒的工人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OK 那牛顿每一个礼拜 他最快乐的时候 是礼拜五 因为礼拜五呢 他可以到葛兰舍母去 葛兰舍母就是他以前念小学的地方 然后呢 他去那边呢 他必须去菜市场 去卖 因为他是家里的家长 因为家里没有大人 所以他要去卖东西 所以他卖东西完了以后呢 他有时候呢 他还要去 回到他自己的协生宿舍里面去 然后呢 他有时候呢 利用有空的时间呢 又在里面制作一些东西 后来牛顿很糟糕 他明明带着一些东西去菜市场卖 其实他没有去 他委托他家里的一个老工人 上次我们就说 牛顿的家里有一个老工人 一直在照顾这个农庄 他就委托这个老工人呢 去菜市场呢 卖东西 他自己跑去做什么 他自己 跑去做别的 OK 他满脑子都是创作的点子 还有他对数学非常的着迷 所以呢 其实 他做很多东西 大家也看不懂 因为这个都不像玩具 OK 那最疯狂的一次 是 牛顿呢 他发现隔壁的 隔壁的村里面呢 这个村的名字呢 叫做 克罗斯托内斯 这是一个镇 那么里面呢 这个镇里面有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的后面呢 有个坟场 坟场里面呢 有一根很高大的石头呢 蹦倒下来 很古老的那种 石碑性的 根本没有人来使用 牛顿就爱上了那一根的 魂牧的 那个魂牧里面的那一根的石柱 那他有一天晚上呢 他带了 他那个 以前他那个射尖 克拉克 克拉克有三个孩子 然后呢 他们就四个孩子呢 跑去粉航 把那个石柱搬回来 那放在鞋生宿舍的这个中间 然后呢 他把他当成是一个日轨 所以牛顿在柱子呢 投射的这个 的 投射 阳光在柱子上的投射呢 他就磕下了几个磕度 使得这个 就是 他把这个柱子呢 当成是阳光 晒到这个柱子 那后面还有个墙壁嘛 他把他当成是 以这个 以这个墙壁的 投射的影子 当作是一个日轨 他在上面 花上了刻度 所以呢 只要从阳光 照到这根柱子 投射到墙壁上 的这个位置 就可以当成 一个日轨 所以呢 当时他的准确度呢 可以到四分之一小时的准确度 大概25分钟的准确度 也就是他可以 日轨上面都是以25分钟 当作刻度的 而不是以一个小时 所以刻度非常那么细 所以他可以量测到 时间的 以四分之一小时 为这个单位 这一根呢 一直都放在 这个协生宿舍里面 放了70年 放了70年 后来 就变成协生宿舍的时钟了 OK 用坟场的一根石柱 阳光的投影 到墙壁上 他画下一个石柜 以每25分钟 当成一个刻度 那后来呢 这个英国皇家协会 其实 哇 这个是个宝贝 就把它买下来 放在英国皇家协会的 这个展览室里面 后来他有个名字 叫做牛顿的日轨 牛顿的日轨 这是牛顿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 半夜去坟场里面 把人家的那个石柱呢 给拿回来 那克拉克的三个孩子呢 跟牛顿的年龄都很相近 他们认为牛顿就是他们的领队 所以跟他跑来跑去 连半夜去坟场 一般东西 也一起跟过去 三个孩子里面最小的是一个女儿 她的名字叫做凯斯赛林 她比牛顿大概小三岁左右 她几乎是牛顿的小跟班 那么 克拉克的妻子 这三次我们有提过 史多利夫人 曾经担心这四个小孩子 会不会太热衷于工作 哪一天可能到处在做实验 会不会把这个 学生宿舍给烧了 给烧掉了 那克拉克说没关系 他说以前那个 保皇党的军队打进来的时候 把我们的店给烧掉了 那他说我宁愿我的学生宿舍 被我的四个 三个孩子给牛顿烧掉 业重比保皇党烧掉要更好 那其实后来克拉克过世了 学生宿舍的住客就很少了 那克拉克的孩子呢 这三个孩子后来就接戏 他的爸爸的工作 开这个药库店 但是生意也不怎么好 后来牛顿成为举世无名的科学家呢 他经常的寄钱回去 帮助这三个孩子 我今天的分享先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个礼拜 我们继续再来分享 牛顿的童年青少年 然后呢进到剑桥大学去 然后以后 他整个的学习历程 所以我们整个下来 可能会有一百级左右 那我们今天等于是还在开始的起步 那我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分享 我想我做个祷告 然后暂时决定 然后第一种事来上 有问题你可以问我 那我先做个祷告 主耶稣我感谢你 在这个时代我们何等需要 有人关心天才儿童的教育 牛顿在当时 还有三个人在关心他 看着小学的校长 宿舍的老板 还有他的舅舅 培养了这个孩子 越过了艰困的童年 后来甚至他那个舅舅还申请 还帮他推荐给以学会 让牛顿进入了剑桥大学 虽然他们的生活很困难 牛顿开始是以攻读生的身份 一边当学生 一边攻读 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整个背后是有人在扶持 有人在欣赏 甚至他在做实验的时候 可能会把整个宿舍给烧了 那个老板也说那无所谓 真的感谢主 给我们的牛顿有这样的指引 谢谢主 孩子在分享牛顿的故事 还要持续地往前去 与院主带领 特别在这个 还是认为 对我是很不容易的时候 我何等的需要主 我将打高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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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